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1月25日 阿基市市取比西达斯 周四凌晨,欧关联分组赛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C组的阿基市客场挑战比西达斯 两边欧关联形式形成鲜明对比 阿基市目前四战全胜 表现相当抢眼 而比西达斯则是四轮全部以施力告终 并且他们上一次与这家荷兰豪门交手时吞下败果 各方面均处于劣势的比西达斯是一男友作为 比西达斯似乎在上赛季吐超拿下冠军之后变得洋洋自得 本赛季的表现可谓一落千丈 球队目前在联赛中仅以6胜2和5负的战绩 居于积分榜第9位 虽然在赛季初期的表现上算可以 但他们自进入9月底之后 状态成直线下降 目前更是遭遇联赛三连败 其状态难言理想 而在欧战上比西达斯的遭遇更令人担忧 目前身处C组的他们是当中唯一一只至今未成胜过的队伍 并且全部以施力告终 球队期间只获得7区2个入球 但失球数却高达12个 由此可见比西达斯在该项赛事的竞争力相当雷弱 并且与另外三支队伍的实力相比也是差距较大 如今已经没有出现机会的他们毫无争胜欲望 面对来势汹汹的阿基士比西达斯失忆只能坐以待毙 阵容方面后卫尼莎卡拉因其他原因缺阵而中场组斯夫迪苏莎则被罚停赛 另一边乡阿基士同样也是拿下了上赛季和甲冠军但与上述比西达斯不同的是 作为何甲霸主阿基士本赛季依旧延续着不俗的表现 球队凭借赫拿杜辛泰迪和贝格小斯等人的出色发挥 他们率队斩获九胜三合一赴的不俗战绩并独占积分榜头 而阿基士不仅联赛表现出色在欧关联中则更为不俗 球队目前四轮比赛全部斩获胜绩 并且已经提前获得16强的门票 可见阿基士是一支值得信赖的队伍 而期间得施球比位14比2的数据也足以说明 这家荷兰豪门的胜绩并非运气使然 综上所述 此番状态出色且稳定的阿基士取胜毫无难度 阵容方面 门将士迪基伦扑和后卫施恩卡莱伯等人因伤无缘披挂 而中场艾陈艾华李斯则被罚停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您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